YO 歡迎回到DBS 今天我們來講Wath Thunder戰爭雷霆遊戲裡面的一輛突擊戰車 M4A3-E2雪曼戰車 喜歡美國雪曼的人絕對不會不知道這款雪曼中的裝甲矛頭御用車輛 雪曼巨無霸突擊戰車 不管是在真實世界或是遊戲中雪曼降暴都有令人驚艷的裝甲 在二戰中期,盟軍面臨沒有適合重型戰車來突破德軍防線的狀況 原本計畫要使用M2-6潘興戰車來進行突破 但因為計畫延期而趕不上洛曼地登陸行動 所以決定要加後雪曼的正面裝甲來填補突擊車輛角色的空缺 這也是我們今天所看到雪曼降暴的來源 然而這些額外的裝甲讓車身重量突破到驚人的42噸 除了對引擎來說負擔很重以外 對於雪曼特殊的VVSS懸吊系統來說也非常吃力 然而後重又傾斜的正面裝甲連德國的裝甲部隊都要對他敬威三分 那今天我們就來看看這台雪曼家族中的大隻佬到底有多硬吧 初始的M72穿甲彈只有91毫米的穿甲能力 在這個等級來說真的是非常差勁 M61被冒穿甲彈的穿甲能力小幅度的提升到104毫米 面對敵方重型車輛之後在瞄弱點的時候才會給你救贖 就算是APCR的穿甲能力也只有139毫米也算不算高 再加上後效不大實用性也不是很高 唯一的優勢是快速的裝填時間和火炮輔角 白板裝填也只需要大約6.5秒 防禦來說正面裝甲真的非常非常優秀 雖然在先前遊戲中的分房是BR4.7 現在被提升到BR5.3的分房 面對BR6.3的敵方車輛要打穿他的正面裝甲變得簡單許多 但是如果面對同階的車輛來說 這輛車除了砲塔和機槍口之外 正面裝甲還是非常優秀 盡量用正面去面對敵人 你就可以聽到車身外面發出叮叮噹噹的聲音 然而他的車身正面裝甲就算有白腳還是有機會被擊穿 千萬要注意 以重型突擊戰車來說 雪曼巨霸的機動性更勝蘇聯KV和英國丘吉爾系列戰車 推重比來到12馬力每頓 對於他的防護力來說這樣的機動性其實還不錯 對於美國線來說重裝甲車輛並不常見 然而橫空出式的雪曼降爆可以讓你在滿滿的中型戰車中 體驗一把蘇聯重型戰車的駕駛體驗 但是擁有更優秀的火炮手感和機動性 所以整體來說是一台非常推薦大家去玩的車 就算現在的分房被提到BR5.3 但是在面對同BR的車來說 還是非常非常難對付的一台重裝甲車輛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喜歡我們影片的朋友歡迎在下方留言給我們一個讚 我們是DBS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